主料,小海虾350克,主料,花生油50毫升,番茄酱40克,白糖25克,芹菜,盐,洋葱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一寸多长的小海虾,去掉头不洗净,用盐沿自15分钟洋葱切成小绿,芹菜切成丁备用,热锅中倒入大概一斤花生油时机损耗50克, 油烧热至7,8成热时倒入部分小虾炸至酥脆,炸好的小虾放入盘中放凉备用,准备要用的番茄酱,可以自己炒制,也可以使用半成品的,热锅中留少许的油,炒香洋葱粒,倒入番茄酱,翻炒加入适量的白糖一起翻炒,加入炸好的小虾一起翻炒,带番茄酱和马虾的表面,点这些芹菜绿基和装盘,烹饪技巧, 炸虾时火候一定要掌握好,小火机可以点糊掉,炒番茄酱事也要小火机面火大炒糊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